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棺叶子的植物 就面前的这两个 右边的这个是个油画钓篮 这白了跟钓竹梅一个样 就你们在市场上见到的 那个叫紫罗兰的钓竹梅的 而这边这个叫婚礼油画 说白了跟鸭枝草差不多 不过他们这种出井的一个状态 是这种粉嘟嘟的 去年的时候非常火 这一小盆就卖到三四十块钱 那这一小盆的话 去年的时候也能卖到十几块钱 那今年可能稍微便宜点 我们家也便宜了 这两种东西的一个养护和区别在于哪呢 就是说油画钓篮它会比较粗壮 而这个婚礼油画是比较细的 这个就像鸭枝草 这个就像钓竹梅 它们两个是一个是粗一个是细 叶子一个大一个小 这种婚礼油画更适合做一个垂钓系列的 而这种更直立性更好的一些 都是非常好养活 你基本上就掐个针就能活 掐个针就能活 有点话不相信 我带你看看这边 大家看到地上这一桶了吗 就是我们去年卖的时候 如果随便扔到这里一盆 你看到没 扔了这一盆 它这一盆 你看它繁衍了多大一片 就是你在大棚里面 这一部分都是冻死的 这一部分都是冻死的 冻伤的 但是呢 有很多些个 你像零度它都是冻不死它的 它非常的皮实耐活 不可能全部冻死 你看它是扑斧着长 所以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东西呢 那个油画婚礼要难呢 是跟这个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们的颜色不一样 养护方法也一样 它们的养护方法很简单 就在我们山中地区可以实现地灾野生 这个完全OK没问题的 有话说冻死没事 它有部分的这个根的明年 它还会再织起来 这个是实在没办法 这个是干死了 这个根彻底没细了 像这种地方 它扎到砖缝里边 地下会有保温 很好养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你阴一点也行 晒一点也行 不怕晒 也很耐阴 它就害怕一个水大 因为这种就是在野外长时间长的这种东西 耐汗能力强的 你像多肉啊 像这种 绿螺啊 只要水一大就烂根 一烂根就完蛋 你稍微干着点 它反倒没事还长不好 你还得一收拾去完蛋了 对吧 然后呢 两种的一个区别说给大家的 养护呢 都很简单 就是掐个凸 随便掐个凸 往砖缝里边一塞都能活好好的 就这么简单 你还养不好啊 建议你再看看吧 就先别养花了 先去 干点别的事吧 好了 我是老花姨 老花记载一 拜了